大乘经教呢 这个还有一类 本来我们说不讲了 就只讲三类就可以了 还有一类叫净土 净土经典 因为一进净土 就进了佛教的四框架理论的神学部分 我们我们想是在佛教通史专门做一部这个净土宗在讲 但是呢 我们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过一下 在大乘经典里 因为大乘经典第一大类 般若第二大类就是净土 我们还是给大家过一下净土宗的这些经典 在阿含经里说呢 娑婆世界 三世诸佛 以当下立足的娑婆世界为佛徒 并没有提到什么十方三世诸佛观 以及他方佛徒之说 所以说在原始佛教时期 虽然出现了念佛 念天 甚至念佛升天 所谓升天 升天是升天 并不是往生净土的意思 但是到大乘 佛教出现以后 新的佛陀观就出现了 在新的佛陀观下面就揭示了十方三世 有无量诸佛的概念 即过去已有 现在正有 未来当有无量诸佛成就 相应着就有无量诸佛 所依的无量佛徒 这净土就来了 这样 修行者 在来生的去往 除了三界的这六道轮回的流转之外 还有一个跳出六道更好的地方 就不用救涅槃 不用非要打断 还有更好的地方 即无量清净佛徒 简称净土 净土这是个简称 无量清净佛徒 简称净土 但清净佛徒 是诸佛功德所感 所以要求修行者 通过修行 积累足够的功德往生 于是就出现了净土法门 我们说净土是什么呢 诸佛自己发的愿望 本愿 他发完了本愿 积累功德 最后感应得国土 你也必须有相应的功德 你才能去那里 那这个法门 就是净土法门 最早的净土经典 就是专门宣说净土法门的经典 对吧 净土呢 我们又叫佛土 佛国 佛煞 煞土等等等等 净土概念 它到底来源于什么呢 说法不一 就是在大成经里头 净土到底来源于什么 说法不一 有的说 因为它是通过这个净土经典 是通过中亚传过来的 是受中亚索罗亚斯德教 就是太阳神教 拜活崇拜影响 但是呢 这种说法就有合理性 但是呢 他没有看到大成思想中 这种三世诸佛观和净土观的一种内在联系 因为有了三世无量诸佛 就产生了三世无量净土 这种内在联系 单纯从这个 这个基督教的天堂观啊 和太阳神教啊 去联想净土 他还是 只能说他有一丝关联性 就是到底他的来源 这还有待于学界定论啊 大成佛教的净土思想 总体来看 其实他是属于道场思想 但是净土法门与净土经典 是不是源于佛陀经口预言 或口耳相传呢 我们只能说有可能性 对吧 因为佛陀说过有三世诸 没有说过三世诸佛 但是说过有过去佛 有过去佛就有相依的过去佛土 但是呢 这里头又有一个关于拜活崇拜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不能确定净土中经典 是来自佛陀元说的 只说他具有这种合理性 也有可能性 但是你一定要说净土思想 就是佛说的 那这个事根本就站不住 总的来说 大成净土思想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个道场思想 以净土为道场 这是教化众生最大最盛的道场 众生呢 要在净土中 不仅要享受法乐 更重要的是享受进一步修学的 一种优越条件 所以后来净土法门 基本上就被解释成 受用法乐的这么一个天堂 现在传承净土经典 涉及到净土的主要是 我们说主要有七类 我们常说的就是两类 一类是佛净土 比如东方佛净土 就是阿处佛的妙洗净土 西方佛净土 阿弥陀佛净土 第二类叫菩萨净土 比如说弥勒菩萨所在的兜律净土 这是第二类 菩萨净土和佛净土 这是两类 阿处佛的妙洗净土呢 阿处就是不动 不动如来 在东方最早出现在波若经里头 然后呢 可以认为阿处佛净土思想 是大乘净土思想 最早的根源 它集中表现在我们中国最早的三大义经家中的 之后家称义的阿处佛佛国经 东方成就阿处佛 功德感险阿处佛国 寂妙洗净土 但是呢 这个净土呢 是要靠你自己修行 这个净土没有什么 不像其他净土 其他净土呢 是塌力往生 这个净土不能塌力往生 只能自力修行 所以它在净土里头 它是最早的净土 也在修行方面 也具有一些独特的意义 在大乘东方净土思想中呢 除了阿处佛净土 我们更熟悉的一个净土 叫要师流离光如来净土 即净流离世界 这个净土最早流传 是由中国玄奘所译的 要师流离光如来本院功德经 提到的这个净土 现在中国人尤其重视此经 尤其重视此净土 为什么呢 因为想获得现世的福报 就是现世现报 现世福报 最恰当一指的 就是这本 要师光 要师流离光如来经 然后呢 菩萨净土呢 指的是弥勒净土 弥勒兜律净土 弥勒 他的翻译就是慈士 慈祥的慈 在原始佛教和大乘佛教中 慈士他都是未来佛 弥勒 他现在就在 住在兜律天 未来将降生于娑婆世界 在龙华树下 宣誓成佛 度化众生 关于弥勒成佛的经典呢 大乘早期是有传出的 比如 龙树菩萨引用的 弥勒大乘佛经 弥勒下生经 汉译 弥勒六经 等等等等 让阿弥陀佛净土呢 阿弥陀佛又叫无量光 无量寿 他的佛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简称这个 俱乐净土 从龙树的石柱 琵婆沙论来看 阿弥陀佛净土 其实在大乘佛教兴起的早期 他就出现了 汉传的阿弥陀佛经典 达七种之多 最早的是知千亿的 然后呢 最流行的是 旧摩罗十亿的 这个佛术阿弥陀经 阿弥陀佛呢 他本来是个国王 在世自在佛的感应下 出家 他的名字叫法藏 叫法藏比丘 他发了一个大愿 愿此功德 感生极乐净土 这个 这个西方净土 就是他这个大愿感生的 在这个佛说无量寿经里 发过四十八大愿 非常有代表性 但这四十八大愿呢 不同的经 记载的还不太一样 每本经 每本经都不太一样 重点里头有几条 为什么这个净土特别银 人注目啊 因为在这四十八大愿里 有几条是具体修行法门 在阿弥陀佛经中呢 强调 往生阿弥陀净土的法门 有不棒大成 修大成形 静心实念 关于这个静心实念 可往生 争议一直很大 就是是念十次呢 呃 是念十身呢 就是到底什么叫实念 这个争议很大 从阿弥陀佛经开始 就不再提倡自立往生 这件事了 就是自己靠自己的修行 就不提这事了 或者不强调这个事了 强调的是他立往生 就是阿弥陀佛的功德 叫做加持力 增上力 就是额外加给你的力 给你个加力加速度 在你往生的刹那间 你将蒙佛亲临接引 就能往生 叫待业往生 就是你这辈子还有业 怎么办呢 没问题 阿弥陀佛亲自接引 你待业往生 在修行呢 其实有多种修行方式 包括念佛 也是有多种念佛方式 但是最后就简化为了 口念佛号为主 所以龙树称之为异行道 这种异行道 后来在东亚地区 被极端化成为了一个 他立往生的 这么一个修行法门 或者说修行思想